5月21日,邵逸夫奖理事会在香港公布2020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,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德国和以色列的6名科学家,获得天文学、生命科学与医学、数学科学奖,每项奖金为120万美元。 邵逸夫奖理事会主席杨刚凯宣布,由于新冠肺炎疫情,2020年度邵逸夫奖颁奖仪式延期到2021年举行,具体日期另行通知。 2020年度邵逸夫天文学奖,颁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罗杰·布兰福德。 邵逸夫天文学奖,颁与罗杰·布兰福德,Roger D. Blanford,以表彰他对理论天体物理学的根本性贡献, 特别是在活跃信息核的基本理解,相对韧性碰流的形成和准值, 黑洞的能量提取机制和激波中的粒子加速及其相关的辐射机制。 而2020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,平均班与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格罗·米森伯格, 德国柏林红宝大学教授彼得·黑格曼,和维尔茨堡大学教授格尔·格内格尔, 以表彰他们所研发的光移传学,一项彻底改革了神经科学发展的技术。 数学科学奖则班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·贝林森, 和以色列耶路萨冷西伯来大学教授大卫·卡兹丹。 2020年度邵逸夫数学科学奖,平均班与阿历山大·贝林森·Alexander Billinson和大卫·卡兹丹 以表彰他们对表示论以及许多其他数学领域的重大影响和深远贡献。 据了解,2002年成立的国际性奖项邵逸夫奖每年颁发一次, 以表彰世界上成就超足的科学家。 本次也是邵逸夫奖首次延期举行颁奖仪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